各位好 欢迎收看十分关注 外出旅游不需要排队买票 一按手机就能搞定 只要下载一个Apple就能够随时叫导游 甚至只要扫下语音导览牌上的二维码 不需要导游就可以实现自助语音游览功能 同时还能在景区享受到免费的WiFi 这些听起来非常便捷智慧的旅游体验 已经在厦门得到了实现 近期已经有游客借助这些功能 倡游了古浪雨开启了全新的智慧旅游新体验 3月29号上午 小陈和他的三名伙伴第一次登上了古浪雨 这是小陈第一次来厦门 他说今天登陆古浪雨的任务 不仅仅是观光看风景 他和小伙伴们还肩负着另一项使命 就是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手机App智能之旅 这趟智能旅行的第一站是古浪雨的海底世界 小陈和伙伴们打开手机 开启芝麻秀3D奇幻海底世界游戏App软件 对着海底隧道上方游过的各种鱼类 点击相应的鱼卡 被点中鱼类的卡通形象和完整介绍 就会活灵活现地跃然呈现在手机屏幕之上 但这个简单的App软件 就让他们玩得乐此不疲 因为我是第一次用这个APP 所以感觉还蛮新鲜的 然后它里面的话有好多张的鱼卡 那就是相当于是你进去之后看到一个场景 然后看到相应的鱼点到那个相应的鱼卡里面去 它就会出现 你在上面看到 在海底世界里面看到的鱼 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面 所以就觉得好像还蛮新鲜的 我们是从外地过来的嘛 然后第一次体验之后觉得说 这样一个手机APP 就相当于是把整个海底世界带回家了一样 小陈的伙伴告诉我们 其实借助游戏App玩转海底世界 还只是这趟智能之旅的一小部分 更牛的是只要借助手机扫一扫景点的导览牌 不需要导游 他们就可以对岛上的各个景点有深入的了解 在随后经过鼓浪语电话公司就职 和四落大错等 带有语音导览牌的景点时 小陈和小伙伴们拿出了手机 对导览牌上的二维码扫了扫 景点的详细介绍 伴随着导览语音实时呈现 小陈和他的朋友们都说 对于喜欢自由行的他们而言 语音导览功能 不仅为他们节省了请导游的花费 同时对于鼓浪语的民族文化和景点背景 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给旅途增添了文化的后视感 而这一切 一把手机就能搞定 还挺方便的 而且就特别适合像我这种制游行 然后我又不想请导游 然后我也是偶然就是上古浪语 发现有就是有这个语音导览牌 然后就打开微信摇一摇 或是扫一扫就能有相应的景点 或是建筑的很详细的介绍 专业的配音 我觉得特别好 据打解 无论是芝麻秀3D 奇幻海底世界 游戏Apple软件 还是语音导览功能 都是由厦门任我游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 在线旅游品牌内容 是古浪语智慧游建设内容的一部分 古浪语智慧旅游建设 由古浪语管委会 任我由厦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腾讯总部和微信 达成四方协议共同打造的 同时任我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研发的数据中心 以古浪语为试点 未来将覆盖各个旅游景区 除了可以为游客提供免费的WiFi 还能帮助景区分析游客的行为 有一个体验感这块 因为游客也好 市民也好 他们经常去到未知领域 我们讲旅游它毕竟是 下个行程的未知领域 所以他很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产品 所以说我们开发和提供 让大家更多的事先的体验 除了WiFi用户行为中心 任我由公司还开发了 3D浏览信息行为分析中心 目前已经落地于厦门机场 下大以及鼓浪语景区等处的微信打印机 游客只要通过扫一扫 就可以直接打印照片或者明信片 游客打印的第一张照片属于免费 从第二张开始收费 设备不仅可以打印照片 还可以为景区分析游客数据 我们先讲未来是什么 旅游夜直到今天 未来就是我们认为和定位 未来是体验为王 所以那体验这块呢 它也涉及有AR VR 还有各种包括连支付体验 也是一种体验 就各方面的体验 所以说未来以体验为王 那还有一个我们讲就是说数据为王 就是因为这个通过大量调查和数据 知道游客需求什么 那我们可以量身定住给他们 那未来是什么呢 未来甚至都不需要上百度 不需要我们去找产品 而是产品经过大数据分析 它来找你了 这是未来 除此之外 未来厦门旅游的景区验证系统数据中心 也将更加趋于成熟完善 游客可以随时随地购买 不用排队 不用参团的电子门票 在有限期内 凭短信或者身份证 到景区验证即可 而景区的自动验票设备 也将实现更多元的支付与验证功能 那的话这台机器的话 基本上就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支付跟验证的功能 那第一个就是 首先我们第一个 一般去景区买票 都需要排队的嘛 那这台机器就解决了这个的 那个麻烦 对 然后就是像我们平常比较经常用的 现在经常用的支付宝跟微信 那我们直接打开支付宝跟微信 直接就可以扫描付款了 就省去了排队买票的时间 银行卡都有这种散付的功能 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用银行卡来买票 放在这上面 它直接就可以扣款 它也同样去可以这样一个 我们跟它通常是类似的 这是支付的 这支付方式的不一样 那还有一个是手机散付 这种也可以支付的 像很多像三星啊苹果 都有这种支付的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验证的功能 像如果我们在OTA上面 就OTA就是比如在携程啊 旅妈妈这种网站上面 下完订单之后 那它的订单会存在 我们的身份证上面 那我们就可以那个用身份证 就不要去取票 直接用身份证去验证它 这台验票机除了支付和验证功能之外 还附带有记录功能 能够准确记录一天的客流量 并针对淡忘季事实调整价格 目前一款为旅游而研发的AR地图 也正在紧张推进中 该地图可以通过结合手机APP 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 3D立体风景体验 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是这个AR地图 那是基于这个AR的技术 那结合我们这个这种平面的地图 它会展示出 就类似我们刚才看到 展示出一个3D的这种 这个形象出来 那这个地图的话 结合我们的手机APP 它会给游客一种更加震撼的体验 它会原来只是2D的平面 然后现在通过3D的话 那以此产生出来的 我们还会产生很多衍生的服务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大概一机会 在今年的5月份会正式上线 那会供给所有的这种游客去进行体验 风景区那些什么 风景区那现在是以这个古浪雨的 这个为一个主体 我们就要机会运动到所有那种景区 原来的旅游体验可能更多的就是 基于我们正常的这种体验 那我们通过AR的技术来整个提升了 我们的这种用户体验 它的体验会更加增加3D更加立体 那这种体验的话 应该讲说是下一波 旅游产业的整体的一个生化点 有的科技发达 还有移动能发达 所以说它的就是我们讲 自由行客人越来越多了 那自由行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那大家就是很喜欢就寻找 有这种旅游这种特色体验的 这种地图来指引方向 那这种包含就是说自由行多了 它单个去请导游成本也过高 所以它更多需要就是说 我们能给它提供一些 便捷的这种体验 所以说也是我们中国首创 第一次就是用AR来做地图 那我们率先就是先做 古兰仪这个AR地图 让大家可以在上面体验 整个古兰仪的这个 包括这次也配合古兰仪生怡 它有着53个这个文化的景区的描述 那大家可以在上面 可以看到这些八卦楼长什么模样 那究竟它有多少故事啊 所以让大家很快就可以感知到 旅游是一场未知的体验 而在大数据时代下的今天 在数据内容和服务为主的当下 如何借助物联网数据平台 以及尖端前沿的科技手段 为游客打造一个完美旅程 是当下和未来旅游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而科技与移动端的发达和应用 以及与文化产业珠联闭合的融合 将为未来的旅游业掀起一轮 新的出行革命 感谢收看本期十分关注 我们下期再会